他要解決方法叫你,我們不會收拾垃圾,所以不要丟掉 拿走你的垃圾 但顯然大家是沒有聽到他的說話 今天是 8 月 29 日早上 Bean Strike 已經超過一個星期 看看沿路家附近垃圾的情況 我會一直走到 Princess Street 和 Royal Mile 看見這垃圾桶,是家對面的垃圾桶 這裡的人扔垃圾有不同方法 有家門前有自己的垃圾桶 這是給附近人扔垃圾桶,已經塞滿了 垃圾桶在旁邊,應該不會清理它 因為所有垃圾要放在箱裏面才會有人收拾 這陣子有幾個垃圾桶 你看見都是塞滿了 連傢俬也扔出來 我見過最離譜的是,有人把床塞進垃圾桶 他又沒有拿去回收,就這樣扔在這裏 這個,挺特別的,是 Food Waste Recycling Point 是將食物殘渣扔進去的 這裏扔垃圾,就跟香港很不同 在香港,如果是屋苑 管理費會包含垃圾袋 我在香港,從來沒有試過付錢自己買垃圾袋 以及將所有垃圾都塞在同一個垃圾桶裏面 即是雞蛋殼、食證那些菜 和其他普通垃圾,全部都是一個垃圾袋搞定 這裏有兩個不同 第一,垃圾袋是要自己付錢的 即是我也有交管理費的 但是管理費是不會送垃圾袋給我 那些管理費是平時的公共空間 清潔、公共地方有些燈可能要換 是那些成本來的 垃圾袋要自己想辦法解決 即是自己付錢買 另外,放食物、食證又要另外一個垃圾袋 Counsel 會送一個籃子給你 給你放食證的 另外買那些可生物干解的袋 要放食物殘渣 另外放食物殘渣 這裏有三塊垃圾桶 這裏沒有食物殘渣 這裏是Mixed Recycling 即是綠色蓋 這裏的垃圾分類 我覺得沒有香港那麼仔細 香港會分為紫、罐、膠樽 它會分開的 這裏是最初分開的 這個紫色是入玻璃瓶的 不是經常見到的 不是到處有的 這些Mixed Recycling 就把所有紙、罐、膠 全部塞進去 到時不知它再怎樣用人手分類 我有預備到一邊走一邊喝啤酒 這個Tendens 是Scotland 最多人喝的品牌 這一罐的尺寸是一杯 平時在超級市場買到的罐裝啤酒 有不同的尺寸 這是一杯 一杯大大罐是568ml 這是大陸牌子 我準備大罐一邊喝一邊走到Princer Street 剛才差點忘記了我自己準備了啤酒 因為走一走一走,沒話可說 突然想起我要做些甚麼 喝啤酒 哇 哇 典型,爽口的啤酒 聞起來有些麥的香味 喝起來就比想像之中淡一點 這些是典型打火鍋時配的啤酒 即是淡啤酒 沒甚麼特別 但是這裏是 本上每一間酒吧都有Tendens 的Drag Beer 數字上都是銷量最高的啤酒來的 可能有些人喝慣了 有個感情在這裏吧 我第一次小時候喝啤酒的時候 都是喝些Laga 我喝甚麼呢 是喝Blue Ice 還記得 在甚麼地方喝呢 在一間餐廳喝的 那時好像十三四歲的時候 有一次跟家人去菲律賓 我小時候不知為何我有菲律賓的國籍 小時候 而且每隔幾年就要去逐期 要親身去到菲律賓 有些親戚在那裏 那一晚就去餐廳吃東西 我就說要喝啤酒 那裏啤酒是Blue Ice 我第一次喝啤酒 那味道很臭 喝了幾口就不想再喝 要叫喝可樂 其他比較大的表哥就替我吞了 到現在都覺得Blue Ice 的味道 你說很臭又不是的 太淡也會覺得 有時候是這樣的 啤酒小時候 第一次喝酒肯定覺得 很苦啊 臭臭的 大過的時候 想法有可能會不同 當然現在都多了很多 不同那些IPA 果香味 有些比較靚一點的啤酒 有黑啤、麥啤等等 有不同口味的啤酒 小時候不知道的 以為啤酒就是臭臭的 味道的水 其實它種類很多 所以越大過喝酒 脆味又出來了 垃圾 堆積如山 Mixed Recycling 滿了 普通通貨物都滿了 找人綁住了 封住了 不讓人再扔 不知道誰這麼有心地做呢 現在只是喝了三分一左右 始終如果喝這些Laga 喝罐裝啤酒 都不是那麼好 最好是喝 Draft Beer 喝生啤 因為Laga本身已經淡味了 喝Draft Beer 喝那種活力 現在 變成是 喝起來很肚臭 現在有個鐘 顯示時間是 12點38分左右 那些垃圾 喝完的啤酒 飲品 飲品 開始多些這類垃圾 因為這是多遊客來的地方 已經走到 由居住住宅的範圍 走到遊客的範圍 這間是Blue Dog 本地釀酒 這隻牌子 在北角那間北斗裡面 任任都有 每個人都是喝Tenon 麥當勞的袋子 周圍是因為附近有一間墨記 自然多這些垃圾 前面有麥當勞 也有Jolly Bee 這裏Jolly Bee太貴 不捨得吃 麥當勞偶然會吃的 因為平時有些優惠券 看見 又是塞滿了垃圾 頂不順 這裏有說 I support the strike king being workers give Scott Government clean up your mats 支持罷工 這裏有人貼這個 沒有辦法 這些垃圾已經吹到出馬路 已經 嘩 這個 事後清理 都要好幾天才弄得好 這個又是 塞滿了 很多人喝這隻牌子 垃圾堆裡面都看到 很容易踢到垃圾 地下都有垃圾的蹤影 每一個垃圾桶都塞滿了 這個被人打開了 原來裏面是這樣的 它裏面其實是放一個長桶型的垃圾桶 原來在這裏打開清潔的 不知哪裏有鎖匙打開了 在Castle影照之下的垃圾桶 這個有點誇張 這輛BB車是否垃圾 放在這個位置 有首尾一點 用黑色膠袋綁出來 前面有一間HMV 這個HMV 挺有趣 有很多日本的漫畫 動漫 卡通那些產品 忍不住進去逛逛 1921年成立的 很日式的擺設 這是什麼卡通 這是柴犬 這是柴犬 我最喜歡龍珠的產品 有HELLO KITTY 我找我的龍珠出來 它有一個貓仙人的碗 很喜歡 悟空 這個碗呢 在這裏 這個碗很喜歡 很帥 鮮豆 用來吃飯 挺能力 一定吃得飽 接著有個免費玩街霸的地方 不錯 剛剛音樂停了 還打算拍一段很帥的過場 遊客來到看到堆垃圾 都挺有趣 挺難忘 可以跟你說 我那一年來Ellenborough 剛剛遇上Bean Strike 說到處的垃圾 沒有人清理 突然故地重遊的時候 原來可以這麼乾淨 那時堆滿垃圾 都完全無損 旅遊的慶滯 大家在旁邊走過 其實都沒有什麼反應 沒有什麼所謂 這個是工人表達權益的 一個談判方式 很樂觀 我想大家會覺得 始終都會收拾 我要找個廣告出來 這個買廣告 不過這個買廣告 是Light Canel's Light 這裏的啤酒 是1885年就有 即是中國還是清朝 汪水時期 1885年 這裏的啤酒 喝完了 最後一口可以完成任務 在哪裏扔呢 符號不了 其實比我想像中 沒有那麼嚴重 我會覺得 起碼堆到出馬路這些位置 這些垃圾 都滾了 好像八號風球一樣 吹出去 不是呀 我覺得還可以 這個電話廳 變了臨時垃圾桶 你看 嘩 它堆進去 這個不久清潔 這個電話廳 沒什麼人用 變了垃圾桶 周圍的啤酒罐 黃色罐 紅色T字很搶眼 就是我剛才喝的Tanelens 很多人喝這個牌子的啤酒 垃圾的情況 在Ellenborough就是這樣 雖然是短期引起北邊 有些衛生問題 我想會很快過去的 總會解決到 是一個短暫的情況 感覺很魔幻主義 在這麼古雅的建築前面 有一堆是現代工業結構 現代人類生活模式 帶來的一個垃圾堆 和政治角力的場所 前面 很無謂我剛才說的 Sorry